今年刚过,贾静雯就摊上了一件烦心事,他的老公修杰凯因为斗殴,被警方带走了,而且还受了伤,本来在外地工作的贾静雯也匆忙赶回了台湾来处理这件事,当日是修杰凯的生日,或许是因为贾静雯因为工作,没有在台湾的原因,所以修杰凯选择和朋友王百杰一起过生日,故事发生在3月6日凌晨4点,场地设定在某KTV。 火药位的来源在于修杰凯的一位朋友与一名陌生男子在电梯中爆发口角,不料这场口角战升级劲包间,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冲突。 修杰凯和王百杰为了保护朋友而卷入其中,最终导致修杰凯左眼角受伤,王百杰身上多处擦上,尽管双方表示不寻求法律追责,却因触犯法规而被移交警方。 这场打架斗殴事件,设计5名当事人可能面临的最高罚款可高达1.8万新台币。 在早上7点,修杰凯离开警局时声称他的朋友遭到无故袭击,需要协助记录口供。 王百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与修杰凯的照片,庆祝生日的氛围十分欢乐。 这似乎在暗示他们两人在这段莫名其妙但特殊的时光中有着独特的经历。 这场波澜壮阔的事件,源自修杰凯41岁生日庆祝,却意外演变成了娱乐圈,一场不可思议的风波。 贾静文因此中断在泰国的行程,匆匆回国为丈夫提供支持,事件背景。 在修杰凯迎来41岁生日的这个特殊日子,朋友们为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难忘的庆生活动。 当晚,KTV包间热闹非凡,欢笑声和祝福声交织成一曲生日之歌。 有人们为这位娱乐圈好友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个以修字为主题的精致蛋糕。 这份别出心裁的礼物旨在传达身后的友情和对修杰凯的祝福。 庆生的气氛一度充满温馨和喜庆,然而这个本应是欢愉的时刻,却在不经意间变得扑朔迷离。 生日派对本应是有意与欢笑的交融,然而最终却变成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风波。 这个故事就像是生活中那些无法预测的曲折转折,让人在瞬间由欢笑跌入深思。 修杰凯的朋友们原本想通过这场庆祝活动为他带来愉快的回忆,却没想到生日夜晚却发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冲突。 这一突发状况使得庆生活动的初衷似乎被一瞬间打破,友情和欢笑在事件的阴影下显得微弱。 事件起因,据悉,修杰凯的一位友人与一名陌生男子在电梯内发生了不愉快的口角,这一纷争在包间内迅速升级,成为当晚不可忽视的焦点。 有人与陌生男子之间的矛盾,像一道不和谐的音符,打破了原本欢快的生日庆祝氛围。 这场口角戏码,源自电梯内的一次不愉快相遇,恐怕没人能预料到会演变成如此戏剧性的冲突。 修杰凯的朋友在与陌生男子间产生分歧后,双方一拥而入包间,将这场口角引向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这个夜晚,本应是欢笑与祝福的狂欢,却在这场出人意料的冲突中掀起了一阵波澜。 这一事件无疑给修杰凯的生日庆祝蒙上了一层阴影。 友情的边界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变得模糊不清。 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思考口角的发端,究竟源自何处,生日庆祝活动是否本就脆弱而不堪一击。 这场口角,不仅让庆生派对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更让人对生活中那些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据悉,其中一个斗殴者叫王百杰,他也是一个明星,还与修杰凯合作过多部影视剧, 还在华灯厨上中扮演一对恋人,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王百杰还特意准备了一个修字蛋糕来为修杰凯庆生,还配文称她是小美女,可见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好,也不知道贾经文会不会吃醋。 然后,就在几个小时后,两人就因为斗殴进入了警局,事情的经过也非常奇葩。 本来两个人吃完蛋糕之后,就和朋友们一起去KTV嗨皮了,这一嗨皮就出事了。 一行人在坐电梯的时候,修杰凯的朋友与陌生人发生了争执。 随后言语冲突演变成了拳脚乡家,修杰凯无奈之下只好上前拉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也被揍了,额头,眼角都受伤了,白色半袖上也染了血迹。 随后,没多久警察来了,把参与斗殴的五个人都给带到了警局。 好在事情闹得不大,双方都已经和解,表示不会再提起诉讼,警察也就把他们放了,修杰凯刚出来,就被记者给围堵了,这让他十分吃惊。 没想到媒体们反应这么快,他告诉记者,自己朋友与陌生人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冲突,自己只是去拉架,结果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打,这也算是无望之灾了。 从他表现来看,修杰凯应该是没有受伤,只是挫伤。 据悉,修杰凯和王柏杰出手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朋友,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 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不幸的是,修杰凯受伤了,他的左眼角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碰撞。 与此同时,王柏杰也未能幸免,身上留下了多处擦伤。 这场冲突的细节让人瞠目结舌,生日庆祝的氛围,瞬间被戏剧性地撕裂。 修杰凯和王柏杰,原本是在这个夜晚欢聚一堂的好友,却因为保护朋友而卷入了一场不可预测的风波。 修杰凯的受伤更是让整个事件升级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层次,也使得庆生活动变得混沌而扑朔迷离。 这一肢体冲突不仅给生日派对蒙上了一层阴霾,也令人们开始思考友情和庆祝活动是否因为一时的意外而变得脆弱不堪。 修杰凯和王柏杰这两位娱乐圈的名人,在这场不幸的冲突中也彰显了他们对友情的坚守,这场意外事件或许将让人们在未来的庆祝活动中更加警觉和珍惜这些美好时刻。 法律后果 在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冲突后,双方纷纷表态,表示将不寻求法律追责,这一决定令人产生诸多疑问。 他们共同宣布不起诉的决定,似乎是为了避免将这场争端推向司法漩涡。 这突如其来的声明引发了公众的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本可追究责任的事件以不起诉划上句号,移交给警方的决定,看似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法治。 然而,这一决定也令人对背后的动机产生了无限遐想。 对于涉及娱乐圈名人的事件往往备受关注,而不起诉的声明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平息了这场风波。 在法律的边缘徘徊的同时,他们的选择似乎更注重事件的和解,而非深究责任。 这一决定引发了公众对于名人特权和法律公正的思考。 王百杰在事件发生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番感言, 他不仅分享了与修杰凯的合影照片,还附上了一份深情的声明。 在这个微博中,王百杰表达了对整个事件的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感慨。 照片中,他和修杰凯紧紧相拥,仿佛是在默默诉说着这场冲突背后的曲折经历。 在声明中,王百杰表示,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共同经历了一场意外的风波, 然而,他却以一种宽容和淡定的态度回应整个事件。 他强调,生日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即便遭遇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们依然要保持最开心的心情。 这番发生既表达了对友情的坚守,也透露出对于生活波折的坦然面对,贾静文的反应。 贾静文原本正在泰国度过一段时光,然而,由于意外的事件发生, 他匆匆回国,放下了原本的庆祝计划,转而投身于丈夫修杰凯的身边。 贾静文为了给修杰凯提供最大的支持,依然决定中断泰国的行程。 他的回国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从远方的庆祝之地飞回到了事发现场。 贾静文不仅在身体上,更是在精神上给予了修杰凯坚定的支持。 他承诺要全力帮助修杰凯疗伤,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 这一承诺体现了妻子对丈夫的关切和关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场纷争注入了一份家庭的温暖。 据悉,警方已初步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打架斗殴,并依据法规可能对相关人员处以最高1.8万台币的罚款。 目前,他们已将案件材料转交至设证办,做进一步调查,以确保妥善处理所有后续事宜。 直到清晨7点,修杰凯才离开警局,尽管左眼角可见明显的冲写痕迹,略显疲惫,他仍轻松会手示意记者没事没事。 还向记者解释,他们是为了保护无辜有人,才参与到纠纷中去的。 随后,打修杰凯的男子也走出警局,面对记者的镜头,该男子态度相当嚣张, 左秀沾有血迹,看见镜头立刻挥拳扬言要打记者。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有眼尖的记者认出,该男子就是陈亚豪, 和另一位参与打人的陈信男子均有竹联邦背景。 陈亚豪两个月前曾在北剑殴打过记者,巧合的是, 今天陈亚豪身上的衣服跟之前殴打记者时一模一样。 台湾的竹联邦想必看过黑帮电影的网友都应该清楚,那是怎样的一个社团。 现在正火爆上映的电影《周楚楚三害》中的主角陈桂林原型就是竹联邦的第一杀手刘幻荣。 台湾艺人与该社团有关系的有很多,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07年被拍到参加了竹联邦大佬的葬礼。 还有台湾当红艺人陈楚河, 爆出其父亲是竹联邦老大陈其林。 今天这位打人的小弟确实素质不太高,脾气也差到爆。 与修杰凯在一起的王柏杰对于自己的伤势避而不谈, 暗示这只是个误会, 并且与修杰凯一同迅速离开现场, 希望赶快回归平静生活。 于晴认为明星在生日当天打架, 然后被送进警局, 这也算是一次比较神奇的经历了, 估计修杰凯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甲敬文目前也已经赶回了台湾, 面对记者的采访, 甲敬文方面只是表示, 目前还在了解当中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回应。 甲敬文比修杰凯大九岁, 本来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曾经让他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当时修杰凯是甲敬文弟弟的朋友, 因为热爱跑步, 两人在走在了一起, 并生育了两个女儿, 这么多年以来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 可以说修杰凯拯救了甲敬文, 如今他却因斗殴受伤, 甲敬文心里一定会很不好受, 希望大家都能因为这件事长个教训吧。 打架斗殴不可取, 打赢了进警局, 打输了进医院, 实在太不划算。